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天举行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以及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 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要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 另外还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你看这个我们应该说消息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同时在同一场合李克强总理也指出 要落实和完善支持创新的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一是补好基础研究的短板 二是突破应用研究产业化的瓶颈 部署推进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 形成一批激励当前更会长远的新产业领域和经济增长点 第三个还是要大力推动 协同创新 加速释放创新潜能 培育新动能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我们说国家领导人对科技创新 以及对于这方面的讲话应该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他们二位的讲话精神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科技创新肯定我们不是提到了第一次 我们也有感觉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上面来讲 每一次的科技进步 每一次的工业革命 它都带来生产力很大的提升 然后物质方面的这种 应该说已经是逐步逐步的达到了现在的这种水平 否则的话你说从现在回溯 回溯一两千年之前 我们说物质文明的程度 跟现在是不能比的了 所以科技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这块怎么去看呢 确实今年我们看到除了降杠杆去库存去产能之外 还有补短板 那么前面科技创新的这条新闻也是可以看到 就是说不科技上的这个短板 来突破技术上的这个瓶颈 所以我认为这其实还是一个 就是说在供给侧改革 调节构背景之下的一个政策 引导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那么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一个方向 近年以来一直是没有改变 一直是贯彻的这样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方向 只不过我们看到在大的 货币政策宏观政策 它略微是有所转向的这个背景之下 科技创新在现在是作为了一个着重点被提及 那么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传统行业的这样一些增速也好 它作为经济的这种支柱性产业的它的地位也好 那日益的要被服务性行业 科技行业要逐步的一个取代 那么政策往这块去倾斜是必然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从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增速上 我们也看到现在业绩增长 因为一级报 半年报的这个预披露也是披露出来了 也就转暖了这家行业恰恰也是一些科技类的这样些行业 所以我认为投资机会按照政策 按照产业科技类的科技创新类的这样些紧急度上升的企业 还是A股市场未来中长期可以关注的这个方式 一提到创新 咱们就想到创业板上面 很多人想中小板创业板 这方面的公司比较的多 这个行业中间集中在这两个板块中间 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 比如说从近阶段的行情上面来讲 受到消息影响 这两个板块会不会相对的活跃一些 一个确实我们也看到近期的这个热点 也是集中在中小板创业板当中 而且从市场成交量上来看 绅士市场一直是护士在近期 一直是翻倍于护士的这个成交量 所以存量博弈当中 我们看到从资金和股票的供求关系上 也是会选择中小市值的品种 来进行一个配置 那么所以我认为近期如果 就像我和周珍前面所说的 如果要选择这样一些板块的机会 还是在这样一些科技股的 小盘的这样一些领域当中 好 周珍你看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导向 这个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 那么国家领导人对于这科技创新方面的讲话 也给大家非常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心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刚才两位谈到的中间 包括你刚才也谈到 这个未来选择的机会 还是在新型产业中间 但还是一个老问题 就算跌那么多 有些公司的这个估值还是挺高 就是现阶段 就我们说之前我们说是梦率 咱们就这个已经翻篇了 过去了 咱们不说了 就回到现在已经跌了那么多 也是估值比较的高 那么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讲 我们就不用看什么估值 真正是挖掘他产业机会 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不要看失禁率 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弃他 我们觉得也不能说完全 不看他的这么一个估值水平 当然每个行业 包括行业内所对应的 公司的体量的规模的大小 其实他所对应的估值水平 也是不同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市场的流动性也会使得市场的这种估值水平 有一个上浮或者下移的这种过程 因为比方说流动性比较宽松 比较充沛的时候 就能够给整体市场一个估值水位的一个提升 当流动性逐步收缩的时候 估值水位自然有一个回落的这种过程 所以说看估值一定要用一个相对的眼光来进行看待 而不过去 对 不是 就是说你要首先需要有一个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就比方说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 你大概有一个怎么样一个定性 或者说是定量的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行业的蛋糕 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 而且比方说现在的蛋糕 我们举个例子 现在蛋糕是100亿规模 未来可以扩大到1万亿的规模 那你说这样一个上市公司 在这样一个行业当中 应该给他多少倍的适应率的估值 其实这个怎么说 就是他是有一个相对的一个眼光 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 在现有的这种市场的体制下 还是要关注新银产业 尽管新银产业当中 有些的这些个股 它的估值水平可能目前为止 还是比较高 和传统产业相比 但是由于它的本身的发展的空间 是传统产业所不能比拟的 所以说你不能简单的 拿新银产业的估值 和传统管制估值 去比觉得它估值贵 觉得它的估值高 所以你对待新银产业 我们觉得第一个 你还是要看它的科技本身的一些 也就是说你需要规避一些 它是纯讲故事 纯去通过一些资本上的一种游戏 来给市场传递的一种讲故事 这种公司我们觉得 它的未来的发展空间 是非常有限的 它只是为了迎合市场上的一些概念 但是有一些公司 它是真真实实有自己的技术储备 和技术积累 同时它所处的行业 也是完全符合国家的这种 政策导向和扶持的方向的 这类的公司 我们觉得未来市场一旦走好以后 它的故事空间就会提高的非常好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很多的个人投资者包括我们现在观众中间 也有不少是个人投资者 就对于那些讲故事的和真正是有科技含量 它能够在这个未来的产业中间 这个能够随着产业发展 它能有很好成长性 这两个它很难区分 这个是一个难题 作为个人投资者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讲故事 这怎么去分它呢 这个其实确实需要一定的这么一个专业的知识的背景 因为我们觉得但是我们觉得有些东西 其实你是可以通过自己一些功课方面的一些 就是说去比方说上市公司F10 其实现在的很多软件 它的F10里面的这个信息 其实已经是披露的比较充分的 A股的有一个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的上市公司 就是我们的这个F10里的这个信息的披露 要比海外市场的这个F10 你去看看港股的F10 基本上是没什么相关的一些 跟公司和行业有关的内容 但是我们的软件里的F10 其实它所包含的信息就会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觉得投资者 你可以去比方说 首先把F10里的东西 就是你所关注的相关的公司和行业 F10里的内容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觉得现在比方说 网络的这种搜索 包括像百度百科 这种其实信息的寻找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就是说你自己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 另外其实信息产业很多 你也不是说每个信息产业 我都要去非常的了解 你可以选择一些你能够看得懂 看得明白的信息产业 你去做一些深入的这么一个研究 那我们觉得对于你未来的一个中长期的投资 肯定会有所帮助 确实周珍讲的这个方法 就是说大家还得 你要得分辨出他是不是讲故事 你还真得去下一定的功夫 毕竟投资 我想每一位投资者来到我们的证券市场 包括你的 你是个人投资者的话 你投入的钱可能并不是很少 平时日常的开销的钱 可能和这个月消费的钱 可能和你投入证券市场的钱相比 也是一小部分 所以对于你的大额投资 不妨去自己多动动脑筋 去观察一下 找一些能看得懂的 有的你确实看不懂 那也没办法 但你总有一部分是能够看懂的 你比如说这个实际上去看一看 比如说以前消费电子做手机的时候 某某品牌手机 这个到底卖的好还是不好 你去到处看看你的周围的同事同学朋友 用这款手机的多不多 如果多 那他这个产业链中间的一些公司 他是不是就有一定的机会 这大概也能给自己一个想法和概念在中间 是吧 这也是一个方法 就这样 也是一个方法 对 我们下来看